台媒报道称 前瞻计划补助总额5358亿元新台币 一个高雄市就拿了将近四分之一 台北市获得184亿元新台币 仅为高雄市的七分之一 对此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书会批评 前瞻计划独厚绿营地盘 游书会以高雄市前镇渔港为例 称原先高雄市府请向台行政机构申请经费约3000万元新台币 预计对前镇渔港进行小幅度改建 但时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的苏贞昌认为 需要进行一次性规划 因此经费一路从申请的3000万元新台币 大幅提升至60亿元新台币 最后于2022年底核定竞增加至81亿元新台币 建设计划的相关补助款184亿 是6度最后 那当然我们希望在补助款都能够公平合理 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称 前瞻预算嘉义市才拿到30多亿元新台币 但隔壁的嘉义县补助却有243亿元新台币 国民党嘉义市长黄敏慧无奈表示 其他县市要五毛给一块 这让嘉义市备偿艰辛 台湾民众党主席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柯文哲痛批 民进党当局推动8000多亿元新台币的前瞻计划 沦为前坑 假设我们全台湾所有营造场 一年可以做400亿的生意 你现在突然给他600亿 会发生什么事 答案是流标 结果流标加通膨 我都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所以整个是失控的 这都是没有大脑的 台媒指出 此前民进党当局曾表示 前瞻建设执行率高达93% 这与预算中心给出的28%评估结果差之千里 民进党当局将大笔经费挪移为数字建设及城乡建设之用 预算经费被化整为零或移为他用 外界就更不容易监督